比較特別的是有學到那個單導怎麼用 因為我之前我們都有在闖醫院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單導怎麼用 對 因為我也沒有耐心去研究 然後就是有同學會問我 我就說這個我們先不闖 喔 應該不是很難 就重點就是那幾個 剪個皮膜在一起 因為有人帶的話會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就是 我覺得講師很棒的一點就是 就是把那個Arduino的感應器去跟 我們的Scratch的遊戲做連結 這一點是之前就是完全不知道 如何去做幾個部分 對 大部分Arduino就是Arduino在玩 那不會說跟我們Scratch裡面的遊戲相關 對 所以有學到這一點的東西 OK good